之前出過一段影片是講Fuse的保險絲 正確應該讀Fuse 但我講Fuse大家明白了 那一集我就說Fuse是投資比較小 但改變又會很明顯很大的一個音響配件 那一集出了街之後 久不久也有朋友問我關於Fuse的問題 例如選哪一個好 哪一個特性是怎樣 其中一個FAQ就是Fuse的方向 那我今集就是想講一下插Fuse的方向 之前那條影片其實推介過一隻Fuse的本地品牌Lab Cable的Fuse 為什麼推介它呢? 第一,它便宜,夠多數一條 第二,它的心是跟貴價貨SR一樣 它拿回來用它自己的方法去處理 我覺得用了很中性,明顯提升又便宜 所以我就推介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講過它的Fuse 它現在又重新包裝過來賣 可能好賣 但是它剛好就很清楚地有些字在那裡 那些字可以很清楚給我表現到方向 所以今集我會用它來示範插Fuse的方向 大家看到一個最常見的電源插座 如果有Fuse的位置 就用一字螺絲批圍一塌筆一塌筆一塌 就出來了 講解一下這個座 其實這邊就是Live 這邊就是Natural 這邊就是Earth Live就是入電那邊 所以如果你那顆Fuse有方向的話 所謂的頭就應該在這邊 正如這顆Fuse 就有個F字 F字那邊就是頭 那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上過Lav cable 沒有看到它煮一堆Fuse的時候的樣子 那它這邊就是入電流那邊 就是電流在這邊進 跟著在這邊轉 那所以F呢 就要在Live那邊 那如果在這個左的方法怎樣做 這個左 這樣進去 那你出來的話 那F在這邊 就是這樣放進去 這樣讓你看清楚些 好了放進去就是這樣 F在這邊 然後插進去F 對Live那邊 那就會適合它 處理的時候的電流方向 那有些朋友呢 就沒有用美式線 用回我們本身香港的制式 英式線的時候 那裡面其實 都有時候會想換了它那顆 13A的Fuse 這裡有一顆13A的Fuse 那告訴大家 這個英式的插座 其實Live就在這邊 那即是說 電流就要通過這邊進去 那所以這邊呢 就是所謂是個頭來的 那如果我們換剛才那顆Fuse 要怎樣換呢 那剛剛說了 F這邊是個頭 那所以F呢 就向下 那這樣呢 你就跟回 就是都是那句啦 你跟回別人處理的時候 所用的電流 那為什麼我兩次都會說說 跟回別人處理的電流的方向呢 是因為其實 好像煲線一樣 可能其實很多線呢 初頭是沒有方向的 或者那些Fuse本身都沒有方向的 那但是人家 有牌子 或者說得是音響Fuse那些 他某程度上都可能處理過 那其中一個處理就是 好像煲線一樣 他煲那顆Fuse 那他煲那顆Fuse的時候 那他煲那顆Fuse的時候 那他有一個電流的方向嘛 那你跟回他的電流方向 那就是叫做 對那顆Fuse的character去聽 音響的東西 大家可能在這裡玩一個叫改變的嘛 不是一定玩改善的嘛 就是我告訴你 這個方向就是人家慣性涌開的 你可能反轉聽一聽 覺得你喜歡反轉那個聲音 我催你不著的嘛 那所以 剛才我給你那兩個方法呢 其實是一個參考來的 如果你是有時間的 就是玩音響也是消磨時間 如果你是有時間的 你就反轉它聽一聽 就算你買其他Fuse 都會建議你可能是 插這邊聽一聽 插那邊聽一聽 看看你自己喜歡哪一邊 那你就處理哪一邊了